各位同学,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在网路上传播佛法的讯息。 这在中国佛法传播的事业上是一个新的开端。 希望我们每一位法司,每一个道场都能利用高科技。 将大乘佛法向全世界传播。 令一切众生由机缘听到大乘佛法。 对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乃至社会的安定。 世界和平决定有帮助。 最近,我们从报章资讯里面看到十十多多地区天灾仁厚的灾难。 那么这些灾难,现代人,总是把它看作自然的灾难。 人无能为力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他不晓得,静虚孔变法界是一体。 所以他才产生这么一个错误观念。 佛陀告诉我们。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现象,真相又如何? 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 接受佛陀的教诲。 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佛陀,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佛陀,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宇宙是一体。 宇宙是一体。 生命同源。 所以一切众生息息相关。 不是没有关系。 正所谓轻易发而动全身。 。 怎么说这些自然灾变呢? 与我们人心、思想、行为没有关系。 。 宇宙间万丝万物的根源。 这学里面讲的本体, 在佛法讲的是心性、自性、本性、真性。 心是永恒的。 没有生灭。 《闻言经》上所谓的常住真心。 只有这是真的。 佛法讲真、讲妄的定义。 永远不变,那就叫真的。 凡是有变化的,都是失望。 所以说,相是失望。 金刚经常说得很好。 凡所有相皆是失望。 为什么呢?相会变化。 不变化。 性是真的。 心没有变化。 可是,性跟相是一体。 相从哪里来的? 相从性变性出来的。 没有性就没有相。 所以,性相是一体。 性相不二。 性相里面, 又有情,又无情。 我们现在讲是动物、植物、矿物。 植物、矿物、无情的众生。 动物、有情的众生。 动物怎么来的呢? 自信里面,自信迷惑了。 佛法里面将起来无名了。 这个说法,初修佛的人不好懂。 我们换个名词。 这个名词, 还是佛经典里面所说的。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今天里面告诉我。 有情有想, 就变成动物。 叫有情动物。 无情无想, 就变成矿物、植物。 山、河、大地。 那么由此可知。 动物、植物、矿。 乃至于自然现象。 虚空。 同一个根源。 同一个本体。 从这个体里面, 变现出来。 同一个本体。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 关系太密切了吧。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一报随着正报转。 这个话什么意思?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的环境。 山和大地。 乃至于无量的这些星球。 是随着我们人心在变化。 正报。 正报就是我们的心。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也就是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 你的做法。 会改变你的生活环境。 如果。 如果。 你的想法。 看法。 做法。 与自信相应。 所谓是随身信德。 你的生活环境是美好的。 像佛在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 清净庄严。 华严经上所说的滑脏世界。 美满而找不到丝毫的缺陷。 为什么人家的环境那么好呢? 心好啊。 这个好的意思。 随身信德。 我们今天居住这个环境。 为什么灾难这么多? 今天报纸上听说新金内亚海啸。 一千多人死亡。 前天台湾有地震。 我们的环境。 生活环境。 为什么有这么多灾变? 心不好啊。 那心为什么不好呢? 与信德相违背。 这个信德本来是善的。 不是普通的善。 善到极处。 我。 儒家所讲的。 止于至善。 至善是信德。 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去做的。 本来有的。 为什么至善的信德。 现在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佛说我们迷了。 迷在哪里呢? 迷在向上。 这个向里面。 无欲是向。 财塞明事税是向。 六成是向。 不知道向是虚妄的。 向是自信变性出来的。 不知道这个道理。 以为向是真实的。 向是可爱的。 拼命在追求这个幻象。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把这个美好的环境破坏了。 这才是真理。 这才是自信。 。 史居士昨天从中国来。 带了几幅刺绣来给我看。 我展开来一看。 是赵破老写的《知恩宝恩》。 秀得非常之好。 这四个字。 几个人能懂得? 。 《知恩宝恩》。 《知恩宝恩》。 只有法身大事。 他才懂得。 知恩报恩 是二地菩萨修学的空 我跟大家讲法身大师的境界 我们凡夫谁知道啊 法身大师 他知道什么是恩 他晓得一切众生对我有恩 一切有情众生 一切无情的众生生活大地 植物矿物对我有恩 静虚空变法界 点点滴滴都与我有恩 我如何救过来 怎么样 回过头来 恢复了自信 在佛法里面讲 成为菩萨 成佛了 都是得到他们的帮助啊 谁让人对我有恩 我人对我也有恩 这个恩德是同等的 有情众生对我有恩 无情众生对我也有恩 也是同等的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如果有差别 你的妄想分别 执着还在 还没除掉啊 你就不知道这个恩 这个里面的意义 无限的升广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 就是设这种事情 什么时候 你真正知道 静虚空变法界 万事万无 对我们都有恩 你就是发生大死的经营地了 你要想着我要报恩 那你是发生大死的行持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多少人感叹出 忘恩赋亿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没人教导 我们深深相信 一切有情众生 都有善根 哪一个众生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包括三窝道的众生 都有善根 都有福德 他为什么在悟道受苦 我们为什么在人间受难 这都是与与严不同 我们没有遇到好的增上员 好的增上员是什么呢 良思业有 最殊胜的增上员 你遇到好老师 遇到好的同餐道友 好的同学 老师教导你 同学在一起互相切磋住 把我们的繁琴 把我们的妄想分别职责 渐渐淘汰掉 本有幸德 渐渐淘汰 大方光明 这是语言 所以诸位要晓得 语言是第一出生的 为什么固人 所以千里从事 那个时候 没有交通工具 要走路 听说一个好老师 一个好的道场 要到那里去求学 辛辛苦苦 走上几个月 在古代的中国 听说佛出现在印度 要想去清见佛陀 要想去听闻佛法 从中国要走路走到印度 这个路途要走两三年才能走到 路途当中历尽清新万苦 古人在诗句里面写道 一百个人去 回来的时候不到十个人 死在旅途上 干的比例很大 他们为什么冒险犯难 为了清净善知识 现代交通方便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决定不能失去 一定要紧紧地抓住 遇到善知识 遇到好的老师 好的同事 佛法的经典 最好的教材 有这么大好的机缘 我们每一天在互相切磋 研究讨论 改过自新 我们的善根福德 哪有不先前的道理 我们造作的罪意 再重 只要能忏悔 只要能改过 也必定得到 读佛菩萨的 忽悔 加持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不应当怀疑 所以一切 要从我们自己 内心里头做起 过去 我们齐心动力 为自己 为家庭 为事业 纯粹 都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与信德 就相违背了 为什么说 自私自利就相违背了 因为你的自信 他所献的相 是尽虚空 别发现 你今天把虚空 发现 那么一点点 抓到 认为是自己 其余的都泄气了 违背了自信 这是错误 大错 他错 所以 因为这么一个分别职责 变现出六道轮回 你看看 虚空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变成三我道 这是谜 这是执着 迷就是妄想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破除 妄想执着破除 不再执着 我了 我是 我有 我不什么有 我在哪里了 静虚空变化界 生活 如果执着这个身 是妄 错了 静虚空变化界 山和大地 都是妄 这是死实真相 初学的同学 大天的这个话 感到很惊讶 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迷得太糗了 现在告诉你死实真相 你很难接受 你很难接受 可是这是真理 希望大家慢慢回头 渐渐熟悉 再把自己找回来 然后你齐心动念了 你关怀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全心全力 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 是真的帮助我 帮助我 不帮助众生 就害了我 你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照顾一切众生 卸足一切众生 这是最要紧的 扑米开我 你能够这样存心 这样除世待人介物 你的心就是福心 你的行为 就是菩萨性 你就入菩萨的境界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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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